各位兄弟姊妹, 剛才我們做了一個對四巡旗的反省, 特別是它的頭和尾, 由聖灰禮到作祝禮, 這兩個禮節的深層意義。 我還準備了另外一個小小的分享, 就是想和大家一起看看中間的一段時間, 四巡旗的這四十天, 從聖灰星期三到聖周四的這幾個主日, 教會也為我們預備了一些很豐富的食糧, 就是天主的聖賢。 因為好像我們說過四巡旗, 就是讓我們引入抗野, 讓我們有個當頭棒渴, 深層地反省, 與宇宙配合, 與天主的救恩配合, 與文化、歷史、 與自己的生命、 與團體的生命, 各樣都調理一下, 調整一下。 這個調整, 不只是走進自己的心內, 是在自己的心內畫。 都是要聆聽, 天主的聲音。 我們說在抗野那裡, 可以聆聽到靜。 但是在靜脈之中, 天主會跟我們說話。 天主喜歡在靜脈中跟我們說話。 天主不會在街市那裡叫大鬧。 我喜歡在微風細雨, 好像在聖經裡面, 厄里亞先知所體驗到的。 大雷、大雨。 那時候天主不發聲。 但是雷雨過後, 在一陣微風之中, 天主跟厄里亞說話。 在抗野之中, 我們收斂心神, 投入靜脈, 投入孤單清淨之中, 也是一個最佳的聆聽天主聲音的時刻。 我們嘗試一下看看, 教會在這四十天這段時期, 為我們準備了一些什麼的讀經。 雖然我們不能夠完全看完。 因為讀經每個主日有三篇讀經, 還有平日讀經。 但是因為太漂亮了, 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主日的復音。 主日的讀經, 只是這個復音的讀經。 其他的讀經, 我們沒有時間去看了。 希望大家如果忍耐, 跟我一起看看這些讀經。 有一個全面性的, 觀看這幾個星期日, 教會願意我們聆聽天主的聲音。 四周旬旗的主日福音。 有一首聖明, 第一百零四首, 我很喜歡的。 整首聖明都是, 作者呼籲所有的受造物, 天地萬物, 都讚美上主。 因為天主很仔細地創造所有。 還有, 一切生物都養殲著你, 希望你按時給他們飲食。 天主不只是創造大地, 創造萬物, 所有生物, 而且還要養殲, 不僅是生, 還養, 不僅是創造, 還要保養, 賜給他們的食物。 還有, 很準時的, 安時的賜飲食。 我很喜歡這個安時的賜飲食。 我們在天主經, 耶穌教我們, 這樣求天父, 求你, 今天想給我們日用的食糧。 今天, 不要太長遠, 今天想給我們日用的食糧。 好像是雙重意義, 不是雙重意義, 同一的意義是說兩次, 求你今天想給我們食糧。 或者, 求你想給我們日用的食糧。 已經很足夠了, 其中一個已經是什麼? 英文我們說,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today and daily, 是重複的。 可能耶穌是故意這樣, 讓我們在福後天主的時候, 懷著這種兒女依次的心情。 今天想給我們日用的食糧, 就是今天。 如果我們想像一個父親, 或者一個母親, 在孩子出生的時候, 他在銀行開一個戶口, 就擠一大塊錢在那裡, 就說, OK, 兒子, 這個是你的了, 你自己搞定了。 或者, 一個父親, 沒有幫兒子開銀行戶口, 但是每天給他需要的一切。 哪一個父親更能夠表達出他的父愛呢? 當然是每天適當地給兒子的需要。 我們的天父是這樣的。 每天賜給我們適當的食糧。 這個食糧就好像耶穌說, 人生活不只靠餅, 是靠天主口中所發的語言。 天主也都按時適當地, 每天賜給我們的聖言。 有時候我們大家都感受到, 有時候他參與禮儀的時候, 聽著讀經, 有一些說話, 真是直接插入你的心胸, 你覺得天主, 你真是是你跟我說的。 這句說話, 你是預備給我的。 其實整個禮儀的讀經, 都是教會很細心地去配製, 去配搭。 就好像一個廚師, 要炮製一套餐, 他不只是僱主一種食物, 各樣都配搭得很好, 很精緻、很適當, 選材方面, 顏色方面, 精美方面, 口味方面, 營養方面, 各樣都配搭得很好。 我們參與禮儀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 禮儀聖經的選讀是經過精心炮製的。 就是天主願意我們在那一天全體聆聽同樣的語言。 很多時候我都感受到, 其實那個意義是非常深長的。 無論你在哪裡都好, 世界這麼大。 那天, 那天, 那個主日, 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聆聽同一天主的說話。 無形中就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網, 就是同一天, 在不同地方, 大家所有的天主子女, 共享同樣的食物, 一齊聆聆聽同樣的天主聖言是多麼美妙。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留意一下教會怎樣組織, 分配這些禮儀的獨經。 由天主在這四十天之內, 預備給我們什麼的食糧。 我們看看, 又跟大家溫一溫已經知道的東西。 四旬期就是由聖灰星期三開始, 這裡沒有列出來。 接著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六到日, 就是四旬期的第一主日。 接著四旬期第二主日, 第三主日, 第四主日, 第五主日。 第五主日之後就是聖之主日。 就是聖之主日帶我們進去聖州。 帶我們進去, 尤其是聖州四、五、六。 最後那三天就是 預節的高峰, 四、五、六天。 就是四、五、六。 接著就是復活節。 這個就是四旬期之內, 由聖灰禮到祝祝禮之間的主日。 我們看看聖經的選讀。 第一主日和第二主日, 福音的內容是完全一樣的。 無論你是, 或者要講一講, 教會這樣安排的。 我們就有甲年、月年、秉年、 或者A年、B年、C年。 就在凡二之後, 就因為一年只有五十二、五十三個星期日。 所以能夠盛載的讀經內容不是那麼多。 即是你將聖經七十三本書, 禁封的內容, 那個選擇的框框就只是五十三個主日。 你擠入的東西不是太多。 為了能夠擴大一些框框, 在這裏中, 教會就這樣安排一個三年期的循環。 我們有甲年、月年、秉年。 那五十三個主日就變成三倍。 所以這個內容就會放入得多些。 這三年,甲月、秉年, 每一年就以一本福音為主。 甲年是馬鬥福音。 月年是馬爾谷福音。 秉年是路加福音。 那大家可以問, 若望怎麼樣? 他不是很吃虧? 他沒有自己的一年。 若望他沒有自己的一年。 但是他時時都插進去重要的時期之中。 後來我們列個表就會看到, 這幾個主日裡面, 我們讀很多若望的福音。 若望他沒有自己的一年, 但是他定期在四巡期也好, 復活期也好, 將臨期也好。 在重要的時期之中, 都是他仰望福音被中毒的。 我們現在看看這幾個主日的福音, 讓大家感受一下, 教會如何安排, 如何有條理, 讓我們去吸納天主的聖言。 剛才我們說過, 到最後一個主日, 就是聖之主日, 將我們帶到月節三日慶禮。 這三日就是聖周四, 我們慶祝耶穌建立聖體聖事。 作祝禮就是在這裏, 這個尼撒之中舉行的。 聖周五就是耶穌紀念耶穌死亡。 聖周六已經將我們帶到, 聖周六沒有尼撒的, 沒有禮節, 全日都是空的。 讓我們能夠感受到那種空虛, 耶穌死後被埋葬的那種空虛, 讓我們在復活當晚, 聖大地慶祝耶穌的復活, 新生命的, 由空墓、墳墓, 在這裏, 可以說是爆出來的。 由一個空, 由一個憂慮之中, 這種起落。 這裏是最後的三日。 好,我們現在看看, 四旬期的第一主日。 剛才我們說, 甲年是馬鬥, 月年是米谷, 丙年是老家。 如果大家回想一下, 我們已經過去了, 第一個主日。 無論是甲年、月年、丙年都好, 都是同一個內容, 就是耶穌在抗野中受誘惑。 三次受誘惑。 第二個主日, 我們已經過去了回想一下, 第二個主日, 無論是甲年、月年、丙年都好, 我們的福音都是耶穌顯聖庸。 這兩個主日的讀經完全一樣, 有什麼意義呢? 第一主日很容易, 很容易我們會誤出祂的原理。 耶穌在抗野中四十日之久, 齋戒、祈禱、受誘惑。 這四十日就是耶穌的四十日, 好像帶領著我們這四十日。 我們這四十日預備慶祝復活節, 也要懷著同一個心態。 齋戒、淨化自己, 走入靜默之中, 細心聆聽。 但是也要準備受誘惑。 這段福音, 我們大家都已經聆聽過了。 剛才提到的抗野, 這個圖片就是由大的抗野。 我提到抗野就是完全無際的一連串。 就是聖地的抗野, 就是耶穌所熟悉的抗野。 不是沙哈拉的抗野, 就是沙地的抗野。 而是那些泥土有些黏性的。 所以你會看到好像一浪一浪這樣的荒蕪。 就是有少許的抗野中有少許的水流過, 有少許的生物。 但是如果不是, 就全部是無遮無掩, 一片的荒蕪。 在抗野那裡, 耶穌三次受誘惑。 我剛才也說過, 當你獨處的時候, 你很容易會走入自己的心處。 也會很容易與天主相遇。 同時也會很容易與自己的心魔相遇。 與自己最軟弱的一點相遇。 我們這些集亂的東西, 在寧靜之中就會被挖掘出來。 耶穌在抗野之中受誘惑。 我們看看三個對觀聖史都是這樣記載的。 魔鬼對耶穌說, 你若是天主子, 就讓石頭變成餅。 你若是天主子, 就跳下去。 因為天主會派些天使來, 承接著你, 不讓你跌倒, 不讓你受傷。 你若苦福朝拜我, 我就將這一切交給你。 其實那個誘惑全部都是, 你若是天主子。 之前那個片段就是耶穌受洗。 天上的聲音就說, 這是我的愛子。 證明了耶穌的身份。 但是現在魔鬼就想誘惑耶穌。 你這麼好, 你是天主子, 你這麼聰明。 你就可以為所欲為。 你既然是天主子, 你若是天主子, 或者你既然是天主子, 你什麼都可以做。 你可以現在我, 你將石頭變成餅。 為所欲為。 為自己的滿足自己, 滿足自己的需求。 全部, 整個世界都可以任何變。 我覺得這個誘惑, 我們今代人都是一個誘惑。 仍然存在, 將石頭變成餅。 我們將天主所做的東西, 就變成我們, 適合我們的。 我們有填海, 又斬樹, 又剷平山。 將天主所給我們的世界, 為我們自己的舒適, 為所欲為。 不單止山、海、 或者我們的氣候的轉變。 我們為什麼有這麼多天災人禍。 都是因為這個大自然的平衡, 被我們搞亂了。 又或者為了一己的私慾, 我們不尊重事物。 亦都不尊重別人。 你肚餓呢? OK。 什麼都可以變。 變成滿足你自己。 將石頭變成餅。 搞亂了這個宇宙的秩序。 以自我為中心。 如果你是天主子, 你可以這樣。 你若是天主子, 你跳下去, 就是顯露自己的權威。 你什麼都可以。 你有特權, 天主一定會照顧你的。 一定會派天使來幫助你。 覺得在天主面前有些優惠。 有一個特權。 天主一定會什麼。 我這麼好。 我這麼什麼。 天主不會虧待我的。 他一定會。 又或者, 我是很教友。 我是神父。 我是修女。 我是有特權的。 我在天主面前一定, 我升天堂都會升得比人快些。 我一定在教會裡面, 一定要受尊敬。 有特權。 因為我。 因為我是天主所特寵的。 我自己也奉獻得更多。 就是那種優越感。 那種有什麼特別的通道。 有些捷徑。 那種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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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路過的人侮辱他 你這個拆位聖殿三日重建起來的 救你自己 如果你是天主子 你就從十字架下來 路過的人是這樣 師祭長和經師也棄弄他 你救了別人就救不了你自己 你既然認識你的君王 你從十字架那裡跳下來 甚至與他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那兩個強盜 都同樣地棄笑他 就是耶稣三番四次三次 被路過的人侮辱、誘惑 被師祭長和經師 以及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同伴 這樣機笑 都是差不多可以被視為一個最後的魔鬼 最後的掙扎 看看可不可以幫你改變一下你自己 你這個忠於天主 就是為救贖別人而奉獻自己的這種心態 滿足一下你自己 拜託 跳下來 你是可以的 你既然是可以 你可以拆位聖殿三天重建 你可以的 你可以跳下來的 你無需要這樣的 你根本不需要受苦的 你根本不需要受苦的 你是君王 你是何苦 這裏我又覺得很值得我們去反省 我們沒有時間去仔細分析 我又讓我想到我們修女做奉獻生活的三個聖元 其實都是攻擊這些人性的誘惑 我們的癥結、聽名、神憑 神憑讓我們享用一切 感恩地享用一切 但是無需擁有 聽名是讓我們盡量發揮自己 但是不以自己的私怨為絕對 不要將它絕對化 發揮天絕給我們的才能 但是不是為滿足自己 精潔、守心如玉 即是潔淨 不要有雜念、雜想 將自己的心、情懷、心智 完全奉獻給天主 我覺得這也是拒絕這三種魔鬼 向耶穌引誘耶穌的動機 這就是四巡奇的第一個主日的讀經 就是讓我們走進去抗野 去面對這些誘惑 去靜下來、去沉澱自己 去聆聽天主的聖言 去效法耶穌如何超越這些誘惑 第二個主日的共同讀經 就是耶穌顯聖用 耶穌在福音上何時顯聖用呢? 當祂邁向耶路撒冷 已經邁向祂十字架的時候 走向耶路撒冷的腦 是很沉重的 耶穌的心態也很沉重 祂三番四次預言自己的復活 人子將會被交付、將會被侮辱 後來他們也會將祂殺死 祂預言自己的死亡 那些門徒雖然是一知半解 未曾見到十字架的時候 就不懂得害怕、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但是也感受到耶穌的心態 那種沉重的氣氛 他們也知道耶穌將會面臨一個很決斷的時機 就在這條路上 耶穌經過大駁爾山在上面祈禱 在他們三位門徒面前改變容貌 將自己的光明一刻顯露出來 旁邊有厄利亞和梅瑟 這個一瞬間的光明很快就過去了 但是已經令三位門徒不知所措 尤其是伯多禄 老師不如我們在這裏 在這裏多好 不如讓時間停下來 我們不要再前進了 不要再去耶路撒冷了 在這裏欣賞 真的這麼漂亮 我們為你搭三個帳篷 搭帳篷即是留下來 留住 不如讓時光停下 有時我們都會這樣 美好的時光 我們又想它不會過 遠時光能停下 但是南歐一夢始終會過去 時間是會繼續這樣前進 不過這一刻中一剎那一瞬間的美 是可以給你足夠的力量 能夠填滿你日常生活的灰暗 能夠給你足夠的力量去面對苦難 耶穌就是在祂面對苦難之前 讓門徒能夠感受到一刻中祂的光明 就好像告訴你 我的路途不是以十字架為盡的 不是以死亡為盡的 而是有復活的光輝 有新生命 我為你們開放一條 邁向光明 邁向永生 邁向復活的一條新道路 這樣就讓門徒勇敢繼續前行 我們也是一樣 走這條四巡旗的道路 我們不要以為越走越黑 越走越苦 我們拜虎路是越來越苦 一路走向灰暗 走向死亡 死亡不是最後一句說話 是我們人生 這一瞬間的光輝 我們也不是看得很清楚 誰能知道死後會是怎樣 誰能知道永生確實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不過我們只知道是祂為我們預備 是愛我們的天主為我們預備 很多聖人 甚至聖保祿 他都有手提過 人眼未見過 已未聞過 所有的美好 更加超越的美好 天主為我們預備 比我們很難想像這個美好到底是怎樣 但是一刻中的一剎那的光明 已經是足夠將我們整個的生命提升 四巡旗的第二主日 也是頭頭尾尾走入抗野 然後第二主日就告訴我們 我們在抗野那裡不只是受誘惑 我們也是在抗野那裡提前去享受永生的光輝 梅瑟和阿里亞 就是舊約裡面的先知和法律 都整合在耶穌身上 是一個綜合 也是一條新的創新 所謂我們 開闢永生的一條 連人驚訝的道路 不可遇見的光輝 好 大約看看第三、四、五主日 我這裡故意寫了章節出來 大家都已經看到是《揚望福音》 第三主日 《揚望福音》第四、第五 只是看章節可能想不到 如果大家對聖經很熟悉 或者第四章會大概說什麼 第九章會大概說什麼 第十一章 如果大家想猜一下 也可以整停這個章節 自己猜一下裡面說什麼 我現在開始猜了 第四章 有沒有分明第四章 就是《四巡節》第三主日 的內容就是 耶穌和薩瑪利亞的婦女相遇 大家都很熟悉這個片段 第四主日就是《用望第九章》 《耶穌自好胎生的核子》 第五主日就是《第十一章》 《耶穌復活拉集錄》 又想讓大家反省一下 這三個片段之間有什麼聯繫呢? 為什麼會被揀選這三個主日呢? 就是這三段福音 這個是夾年的 月年有另外一套 後來我們會說 今年我們是夾年 A年 就有這三段福音 為什麼會被揀選這三段福音? 有什麼共通點呢? 如果大家有時間 都想停一停 讓大家想一想 共通點在哪裡呢? 但是我現在不停下來 就馬上把結果顯示出來了 耶穌和薩瑪利亞父女相遇 就表示出自我顯露 耶穌是活水 祂能夠賜活水給人 祂是生命之泉 不是井的水 而是活水 自好胎生的核子 耶穌表達自己是光的 是光明 醫治的核子 使祂能夠重建光明 福活拉集錄 一個死去四天的人 能夠得到生命 所以其實這三個片段 都是以耶穌為中心 耶穌是水 耶穌是光 耶穌是生命 那這三樣東西 又有什麼聯貫呢? 又讓大家想一想 三樣東西都是跟 聖洗、聖事有關的 聖洗是水 聖洗 也都我們的聖洗 聖洗禮的禮儀是點燭燭 耶穌是光 聖洗是新生命 聖洗禮的禮儀 聖洗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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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 historically之後 我們都要想想 耶穌是活水 在我們的生命 會不會變成一潭死水呢? 是否繼續流 水讓人不流 會變成死水 死水會怎樣呢? 會餓蟲 或者不活的時候會乾 就會乾潔 看看我的生命力量有多活 耶稣的活水在我生命中 如何灌溉着我自己 我又如何让这个活水能够圆圆不絕 不要删除水喉 让它继续 还有要继续在那里流 我又没有这样制造这个机会 让耶稣的活水发挥祂的力量 耶稣是光 自好一个开心的核子 我们不是盲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些盲点 其实有些盲塞 有些盲点 盲点就是我们的眼球里面不透光的地方 其实我们在心态上 在意识上每个人都有 有些盲点有些盲塞 真是很固执的地方 你明明是不对的 你就是看不到 或者你看到 也都改变不了 改变不了你 每个人我们都会有一些盲点 我的盲点又何在呢 天主的光 耶稣的光 怎样能够使得我 连这些盲点都变成光亮呢 我又没有给机会 让耶稣的光走进我那里呢 走进我的盲点那里 尤其是 耶稣是生命 我的生命活不活潑呢 我的灵性生命 我们都很懂得照顾自己的健康 今天尤其是健康食品 健康 健康运动 与烈主与此类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灵性生命 我们又如何栽培它呢 使得它活潑呢 我的性洗 我领了洗有多久 我天主子女的身份又是怎样呢 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在四旬期 反省一下的 这个就是甲年的读经 我们再看一下 月年的读经 因为我刚才说过 我们有三年期 明年就是月年 今年是甲年 明年月年 我们明年就会遇到这样的读经 第三、第四、第五 都是《阳望福音》 《阳望福音》第二章、第三章、第十二章 又让大家猜一下 看看能否猜到内容是什么 第三章 就是耶稣驱逐在圣殿门口 在圣殿里面的小贩 在贩卖祭品、牛羊、换钱 耶稣就说 你将这个祈祷的圣所 变成一个死虚 所以 又说 如果你将这个圣殿拆毁 我会在三天之内将它重建 《阳望》就说 耶稣所说的不是这座圣殿 而是祂的身体 在预言着祂的復活 这是《阳望福音》第二章 《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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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 或者在加利利亞、彼拉多毀滅了 有些天災人禍 你們不要以為彼拉多命令殺死了不少的人 總之這些是人為、天災的災難 不要以為抵他們,因為他們是惡人 所以才被天絕罰 耶穌說,如果你們不悔改 你們會有同樣的命運 所以是一個當頭棒渴 不要以為這些有戰爭 因為這些人犯了罪,所以他們被罰 有痛苦、有疾病 因為他們是壞人 如果你們不悔改 你們也會有同樣的結果 耶穌很想提醒我們不要獨善其身 不要以為自己是法利賽人 悔改與我無關 我無法悔改 我走得正、站得正 我又對得住自己 又對得住別人 我又問心無愧 我不用改什麼 但是耶穌就說 很想熬一下我們 其實每個人都要找到一些要改 不僅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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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要悔 悔癢 痛悔 覺得自己真的被刺痛 覺得心痛 心痛 心痛自己的不符合天主 在自己身上所作的一切 不符合理想 不符合天主的期待 每個人都應該覺得自己有些短處 其實這個是健康的 每個人是完美的 每個人都有一些缺陷 無論在哪一方面 在健康方面 在外表方面 在心態、心理方面 在性格方面 在神修方面 每個人 都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都有一些錯 都做過一些錯事 都要改 《路加福音》第15章 就更清楚 大家都很熟 以熟能長 《浪子回頭》的比喻 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浪子回頭》的比喻 《浪子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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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提前,讓你的遺產我可以提前用 其實這樣的舉動,一句說話應該是很傷附傷的心 以及應該是很霸道的 好了,他在外面揮霍 揮霍盡了財產之後就很老倒 連替人養豬,連豬吃的豬哨也沒有人給他吃 連人的尊嚴都沒有了 已經到了谷底的低潮,低到什麼樣子 但谷底很多時候有這樣的反彈的力量 當人們觸摸到谷底的時候,就懂得反彈 這個檔子也是這樣 當他到了極端的時候,就懂得想爸爸 說我在爸爸的家裡有多少,連工人都吃得飽 反而現在這樣 所以有時候,捷摸谷底,谷底時期也有用的 看看你懂不懂得用的 這個檔子就懂得把握機會反彈 然後就說,我起床,走向我父親那裡 那個父親呢 另外一個很漂亮的圖像 其實他就讓兒子走 他沒有停,他沒有阻止他 讓他自己去 因為要撞板了 讓他去,真的這樣 答應他,將錢財給了他 讓他去揮霍 但是心裡邊就時時掛著他 天天走去看他回來 結果當浪子遠遠接近家裡的時候 那個父親已經立刻跳出來 浪子本身就預備了一套言辭了 已經背好書,要怎麼跟父親認罪 但是那個父親就根本都不讓他 沒有給他時間背台詞 就立刻抱著他 也要立刻叫那些工人 給他最漂亮的衣服、戴上戒指 本來浪子就打算讓父親接他 讓他為奴已經很滿足了 但是父親就立刻讓他 能夠得享兒子的身份 尊貴的身份 還有一個大兒子 他的意義也很深長 那個大兒子聽到在田裡做事 聽到音樂就回來 他不直接問父親 問那些工人發生什麼事 從旁地打探 發生什麼事 那些工人就告訴他 你爸爸的小兒子回來了 你的小兒子回來了 他就很生氣 其實這種妒忌心 與人同苦 分擔別人的痛苦 我們覺得很英雄 但是與人同樂 有時候都需要 都需要一些內在的捨棄 分享別人的喜樂 與人同樂 這個大兒子就看不過眼 他就說我這麼忠心 爸爸就走出來 兩次對大兒子也好 對小兒子也好 都是爸爸主動走他第一步 對小兒子走出來擁抱他 對大兒子就走出來 就跟他講理 就說你一路跟我在家裡 先生的大兒子就說 我一直在服侍你 其實他就表露出他的奴隸的心態 我一直在家裡服侍你 你還沒有給我一隻小羊 讓我和我的朋友同樂 他的心胸窄到 爸爸告訴他 你和我一起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但是他就在那裡 黑球一隻小羊 那種小器、小心眼 表露得很清楚 你還沒有給我一隻小羊 讓我能夠和我的朋友同樂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群朋友 他只是期待他的爸爸 能夠給他一隻小羊 和他的朋友同樂 但是爸爸說我什麼都給你了 其實我的一切就是你的 現在你這個弟弟 讓兩個兒子都能夠被他的愛所融化 是非常豐富的 這個比喻 總之最忠心的脈絡思想 都是那種回頭 被愛所感染而回頭 第五主日就是一個罪苦 那些經師、法利賽人 那些自影清高的人 就帶著一個罪苦 到耶穌面前就說 這個罪苦他犯了奸人的罪 現在按照梅室法律 就應該被石頭摘死 他們就想試探一下耶穌怎麼做 其實他們被耶穌出了一個難題 如果耶穌說 好呀,執行法律摘死他 這個人這麼無情 這麼硬 如果耶穌說 這麼可憐有他 這個人不守法律 其實很多次這些經師和法利賽人 都被耶穌一些很棘手的問題 都是被耶穌一些考驗 看看他怎麼做 無論他怎麼做 他們都會找到、撿到痛腳 都會有話跟耶穌說的 都有所批評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我們做人真的都會時時預錄 無論你怎麼做都會有人批評你 現在這些經師和法利賽人 就看看耶穌如何反應 去順著這個反應 來批評他 但是耶穌每次都很巧妙 耶穌真的很多次 耶穌都能夠 好像打雷台 有祂的一套 能夠用一些很巧妙的方法去超越 去應付 比如當法利賽人問耶穌要不要納稅給海撒 就是想試探一下他的政治概念 因為當時猶太人是在羅馬人的控制之下 就要納稅給外人 就是說要認自己是腦底 認自己是被外來的勢力所統治 就是甘為腦 甘心為腦 如果說不納 就是說你這個反叛者 無論耶穌說納好不納好 他們都有話說的 但是耶穌就很巧妙地說 你拿個銀幣給我看看 這裡上面的圖像是誰的 然後耶穌說海撒歸海撒天主歸天主 很多類似的片段 耶穌現在這次怎麼做呢? 耶穌沒有說應該摘死這個女婦 或者不應該 祂沒有說話 祂只是低下頭在地上寫字 我們都會很好奇不知道耶穌寫了什麼 可能耶穌就這樣在那裡畫虎 就是說就這樣在那裡亂畫 不是說有些什麼寫字 寫了些什麼 我更喜歡看耶穌的動作 祂撫身向下 那些人就理直氣壯地 挺胸地去指責這個婦女 用個指頭指著這個婦女 而且覺得自己好像很正直 現在要判斷這個女人 耶穌沒有站起來 相反祂撫身 不是以一個判官那樣的超過平常人的 高高在上的態度 他都弄下頭 那個指頭不是指著這個罪婦 也不是指著這些法利賽人 他在地上 好像將所有這些怨、恨、人與人之間的 彼此控訴、彼此指責 完全將它射到地上 即將它下射、將它消除 彼此指頭不應該指向什麼人 那種這樣的態度 他撫身在地上 在地上寫字 我覺得是一個很漂亮的態度 我們人與人之間 聽著不是要創造我們 要我們彼此指責 要我們彼此相愛 彼此找到對方的長處 在彼此身上成就自己 發揮自己的愛 因為我們發揮愛也要有對象 你不可以對石頭發揮 或者對著牆牆發揮愛 耶穌就是別人讓我們發揮 我們自己的愛的力量 的一個機緣 又讓我們彼此鼓勵 彼此激發一些正能量 別人不是用來指責的 不是用來挑剔的 耶穌就讓這些指責別人的人 能夠得到這個信息 然後那些人就已經拿到石頭 已經準備擲 耶穌就說 誰沒有罪就擲第一塊石頭 每個人都把石頭放下 然後一個一個走 離開了 耶穌最後就面對這個罪苦 就對祂說 女人沒有人判你的罪嗎? 我也不判你的罪 就是唯一可以判這個罪苦的罪的人 現在說我不判你的罪 你去吧 以後不再犯罪 耶穌信賴祂 以後有能量 有能力 能夠不再犯 耶穌在這個罪苦身上 見到的不是罪 而是一個可能的善人 相信祂是可以有力量 以後不再犯罪 耶穌在祂身上見到明天 見到希望 而不是見到醜陋的過去 也不是見到無助的現在 而是見到一個可能的聖人 可能的善人 這三個片段很清楚 共同主題就是歸醫 改變自己 有希望改進歸醫 向前看 其實三年、甲年、月年、丙年 都有一些很深刻的意義 本來我還想用多一些時間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甲年》的這三個讀經 《耶穌與撒瑪利亞婦女相遇》 《耶穌治好胎生的核子》 這個內容 無論是甲、月、丙年都好 都是耶穌在曠野中受誘 《月年》無論甲、月、丙年都好 是耶穌顯性用一瞬間的光輝 讓人提前感受到 復活的喜樂 第三、四、五主日就有不同的讀經 《甲年》的主題就是聖洗 《耶穌與撒瑪利亞婦女相遇》 《耶穌賜給人潑水》 《耶穌治癒核子》 《耶穌是光》 《耶穌復活拉集錄》 《耶穌是生命》 《月年的主題》 就是《耶穌的月奧跡》 《你們拆毀這個聖殿》 《在三天之內我將會重見》 《梅森在曠野製造了一條銅蛇》 誰仰望它就能得到治癒 《第五主日》 《月年》 《墨子跌落地下死了 會結很多果實》 三個圖像就是三個象徵 都是耶穌的死 透過祂的死 為我們帶來新生命 《丙年》 《詩年》 就是痛悔 《你們如果不悔改》 大家都會一樣受罰 《浪子回頭》的比喻 《罪苦》的被謝罪 三個都是與悔改的主題有關 無論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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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是以前 現在成年的入門姓氏 都是在復活節晚上舉行 所以這個時期 為一些準備受洗的兄弟姓氏 是一個很緊密的準備期 準備是復活的晚上接受洗禮 所以聖洗是一個四旬期的必然主題 就是很理所當然的一個主題 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必然的主題 也就是復活和死亡 聚焦在耶穌基督身上 也都是很理所當然的 《丙年的主題》也都是很理所當然的 就是復改 就是四旬期的主調、基調 的reframe 就是復改 所以教會就是這樣 編排了一套 聆聽聖言的路程 讓我們能夠更好準備 自己的心靈 去和基督一齊復活 聖之主日 我們的讀經就會是苦難的聚述 甲年按照馬鬥 月年按照米谷 丙年按照老家 我們會溫一次耶穌的苦難 耶穌的苦難 我們還會聽一次 就是在聖周五 紀念耶穌死亡的那一天 我們就會聆聽若望的聚述 無論是甲年、月年也好 丙年也好 都重申一次聆聽耶穌的苦難事 好了 講到這裡 我就結束了 讓我 都跟大家 祝願大家能夠走這一圈 我們講過 每一年我們有同樣的讀經 同樣的禮儀 希望我們不要原地踏步 希望我們今年比去年更高一層 去活這個深入的奧積 明年又比今年更進一步 後年又比明年更好 希望我們慢慢一步一步 能夠更接近這個深入的月奧積 也能夠更深地去調理一下自己的內在的世界 整理一下、沉澱一下、清晰一下 和認真地去真誠地去面對自己的 值得感恩的地方 和應該改善的地方 我亦都預祝大家 餘下四巡期的時光能夠好好地善導 祝大家一個很好的聖州 和很開心的復活節 多謝大家